孩子在学校里面 如果你发现这个老师 好像跟你预期的不太相符合 你会怎么做 我看过很多例子 有的会直接打电话跟学校反应 请他们换老师 那有的家长会选择在家里面 跟着孩子一起去骂老师 就说对你们这个老师就是烂 你真倒霉啊 各位这个老师还有办法去教你的孩子吗 应该不太可能 那怎么做呢 这种事情很难用一个原则 说完全部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先 试着先把握这个原则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都先不要先入为主的判断 就是老师不好 还有呢 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去批评他的老师 那可以怎么做 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案例 有一位妈妈她自己本身也是老师 她说她在她孩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她班上来了一个新的国语老师 第一年教书 那第一年教书都比较深色一点 那不是一定说第一年教书就教得不好 她需要一点经验 她需要去认识更多的孩子的样态 那她的孩子回来之后会稍微念念有词 因为她孩子可能语文程度不错 但是她嫌老师给她的阅读材料稍微简单了一点 那这个妈妈就安静地听孩子怎么说 她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她没有跟着孩子去批评老师 而是她请孩子 说那你既然觉得这个东西简单 你把老师指定的读物看完之后 我们家也有书嘛 你是不是在挑一些 你喜欢你正在看的书 然后呢 你把它看完之后 带去学校跟你的老师分享 跟她分享你看这本书的心得 这个妈妈她没有选择 立刻打了电话去学校 跟学校抱怨这个老师 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而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先让她的女儿去做了一些 不同的学习的改变 事实证明 这个妈妈做对了 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孩子回来跟妈妈说 某某老师现在是我 最最最喜欢的一个老师 这个妈妈她 如果当初选择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选择跟孩子 一起去批评这个老师的时候 她大概没有办法确定说 这个老师是不是能够就改变 但是她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老师她的教学生涯 第一年应该过得不太舒服 我想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那她并不是不好 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的经验累积 我们一直在强调家长跟老师是教育的合伙人 你是合作关系不是消费者关系 你应该要一起来沟通这个事情 事实证明这个老师他后来也观察到了两件事 第一个他的这个孩子是喜欢阅读的 通常讲老师对于喜欢主动阅读 学书学习的孩子他是会喜欢的 因为他喜欢了这个孩子所以他会多观察他 第二个他也会觉察到这个孩子好像他阅读的材料 我之前给他的东西是不是太浅了 慢慢的他就会去做一些的默默的调整 这个调整孩子他慢慢的也感受到了 老师好像跟我开始有一些的磨合 所以我想多给人一个成长的空间不是坏事 对别人对自己或许都是好的